我們來看看這個Canva新的改變 那在簡報第三頁這邊呢 其實今年Canva的重點不在於推出新功能 當然還是有一些新功能 可是最重要就是它把工作流程重新設計 所以它的介面真的改變比較大一點 那如果你想看完整的這個Canva五月份的開發者大會的影片 您可以在左手邊這裡可以看到 那我也用Notion 你看我們這個後面 欣義老師也會帶大家 再學習一下Notion的使用 所以我也用Notion做一個比較完整的一個紀錄 把它的一些功能一些改變把它紀錄下來 所以你打開之後大概會像這樣子 好那影片啊上面也有 然後呢你要看哪一個功能 就直接從左邊打開 這樣就可以看到我裡面大概抓的畫面 好那這個是比較完整的 不過我們今天呢挑重點就好了 挑重點所以呢 我們就一起來看一下 你看這個 欸這個是舊的 來我給大家看新的介面 老師有沒有發現 這個我的Canva介面好像跟大家不大一樣 這樣你有發現 你看 舊的是長這樣 新的 有沒有發現 首頁就改很多了 其實還有一個很大改變 就是中文字變小了 老師沒有覺得這裡 其實我這台電腦的字還是有放大的 實際上 你實際上在看會比這更小 它大概差不多變成我們十左右的字而已 英文看還好啦 但是中文確實是變小的 中文來講就比較小一點 所以這個是新的介面 這邊是舊的介面 真的有差 所以邀請老師先進來 就是讓大家可以先體驗一下 不然你真的會有點怪怪的 好 這是第一個 你可以看到的 欸介面不一樣的 那我們進到簡報第四頁這邊 來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 你現在看到其實很多的這些 這些選單 事實上都怎麼樣 都不一樣的 因為Canva這次改版在介面重新設計 所以說 他很多的這些東西都變得 希望把空間 流出來給大家用 欸我應該先調查一下 現場老師應該都有用過Canva吧 有沒有 有沒有 還沒有用 沒有用過的 喔沒關係沒關係 來咧 老師你還沒用過 你現在新的 對來講也是都是新的 哈哈哈 新舊都一樣 那你就直接打開Canva註冊 好 你就直接到這個網址 來在這邊 有沒有 Canva.com 你可以到這個 Canva.com 直接用學校的帳號註冊一下就好了 你也可以用自己的 Gmail信箱註冊喔 都可以 好 事實上這兩種信箱 也都可以升級到教育版 只是你用EDU信箱 相對升級教育版 比較容易這樣可以 其實兩個都可以 好 所以 如果老師你還沒有的 沒關係 先升級 因為Canva不是我們今天 最重要的內容 我們今天的重點在後面 只是說 利用這個機會 跟老師稍微先分享一下 您知道Canva新的這個改變 這樣子 好首先 你看我們剛剛看到 簡報第四頁這邊 就是所有的選單 通通都變浮動選單 所以呢 你會發現 你看 我們Canva 有沒有感覺旁邊的空間 現在比較多 讓你有比較大的編輯空間 你今天要什麼功能 點到它 有沒有發現上面這個選單 才跳出來 你有點到才有喔 沒點到就沒有 它就收起來 這樣你了解了 好 這是第一個 比較大的改編 它的選單 通通都是 你需要的時候 才會出現 好 第二個 再來我們看一下 第五頁 這個功能 叫做 背景移除 因為這個功能太常用了 所以呢 直接拿來外面 有沒有發現 以前我們還要按 編輯 照片編輯 然後再去 所謂的背景移除 現在不用 直接在外面就有 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在這裡 像這樣 這張我要去背對不對 點到它 有沒有發現 在這裡 背景移除 就跑到外面了 那老師有看到 只要有看到 黃冠的 代表什麼 是Pro版 或是教育版 才可以用的 所以如果你是使用免費的 免費版的 很抱歉就不行 所以 如果 你還沒有 升級到教育版的 趕快打開我的簡報地頁 加入教室 你就可以用我們 教育版的說 大部分 應該說 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功能 這樣 OK 請問教育版 不是學校要花錢買的嗎 欸 老師 高中指 以下 國中小 Canva 直接免費使用 對 大專院校 如果問這個問題 我就說要買 哈哈哈哈 因為 他的授選範圍就是 K12加高中指 大專院校 他就必須要 自己學校自己買 那他還有另外一個 可以免費使用 就是 那個公益組織 公益團體 所以有一些公益團體 他們也可以申請 對對對 這些都可以用 好 所以這個部分 各位老師就自己 還沒有的 你就先加入一下 好 那 再來呢 我們剛剛看到這邊 你看我把按一下 有沒有在這邊 就直接去背了 以前比較麻煩 那 你看 如果呢 你要找到以前的那個 所謂的魔法工具在哪裡 一樣在這個編輯裡面 在這個編輯裡面 你們可以自己找 可以自己找 一張圖進來 編輯看看 你看在右手邊 你會發現 以前我們大部分 在左手邊 會出現的東西 現在通通都改到右手邊 你有沒有發現 你的使用習慣會改變很多 這樣OK嗎 老師如果要看到我這個檔案 我先分享一下給大家 好了 先讓大家可以編輯 來 在這裡 我這個檔案放在哪邊 在簡報第三頁 好 我的demo的檔案放在簡報第三頁 這裡有一隻手 有看到嗎 你可以從這裡打開 這樣你就可以跟我一起共鞭 這邊 只是我們會比較亂一點 只是我們會比較亂一點而已 不過沒關係啦 至少你可以看到我在講哪裡 這樣有沒有找到了 好 在簡報的第三頁 第三頁 這樣有找到嗎 有了齁 好 有有有 好多老師都已經進來了 跟我一起共鞭了 有沒有 所以呢 這張圖來 你看我把它重設一下 好 啊 為了方便大家 好 我稍微大家 旁邊一點 哈哈 老師可以自己找圖啦 因為我現在不是用白板 所以我們空間比較有限 反正這個就是來給大家玩的 所以 您自己找 喜歡拿一張 自己去背看看 好 現在應該是一片混亂的 沒關係 但是重點在 你也有發現 是不是都 現在選單都跑到哪裡 是不是都跑到右手邊 好 那原本 我們像剛講的 點到這張照片之後 我必須要按到 這裡 才會背景移除 現在是不是改在上面 就比較方便 好 這是一個蠻方便 那 CANVA呢 沒有破壞你的原始檔 所以 如果你有做的話 比如說像這一張有做了 那 它在這邊 有沒有發現 只要您有做了 它上面就會有這個調整工具 嘿 然後呢 您可以點進去 點到這邊 有沒有一個叫重色 你的原圖 就可以回來 所以你的原圖 並沒有被破壞掉 雖然它做的去背 但是你可以 下的去 回的來 這樣OK 好 好 這個是 Canva 新界面 真的不一樣的地方 OK 那 再來 簡報第二位 就是我剛剛講的 它現在呢 很多的工具面板 通通從左邊改到右邊去了 所以 會有點不習慣 剛開始用的時候 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 那再來呢 其實這個是我認為重要的 不過呢 這是Canva的改版 認為它不重要 哈哈 為什麼呢 來 我們看一下這裡 好 你看喔 像這一張 哪一張照片都沒關係 好 像這一張照片 如果老師想要 對它有一些了解 就是說 知道它的一些資訊的話 那要去哪一張 比如說 它是誰設計的 它的版權是什麼 它的 這張圖有什麼關鍵字 對不對 那 以往 我們 你看舊的版本 是這樣子 來 我用舊版本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喔 我一樣打開剛剛那個網 這裡 好 點進來 你看在這裡 以往呢 我們點到它 你看這個舊的介面 有沒有 上面這個位置是不是都固定了 有感覺到 新舊之間 舊版本 就是各位現在用的版本 可以編輯的空間 有沒有小很多 新版本就是把那些空間 空出來 那我們剛剛講的這個information 舊版本 你在上面這裡 有沒有發現就可以直接看到了 有一個 i information 好 我想了解一下 這個圖片 它是誰設計的 它的授權 然後呢 它的關鍵字 有沒有都秀在這裡 那所以呢 在CAMMA裡面 您在使用圖庫的時候 除了說 您從左手邊這裡 圓樹這邊 點下去 那您直接用關鍵字搜尋 其實我參加 不要那麼麻煩 直接找 你如果想要找相同的 就是 或者 就是跟它比較相同 風格的 你點到它之後 找information 好 我要看 這個作者的 我就點下去 有沒有發現 同一個作者的 全部都秀出來了 CAMMA捨不得你打字好嗎 不要再自己 在那邊打了 還麻煩 那除了這個以外 你還可以看到 這個 跟hpation有關係 跟教育有關係 你點下去 有沒有跟教育的圖 通通都出來了 你喜歡一個一個字打 還是像這樣點一下就好 當然是這樣是比較方便 對不對 好 那所以說這個呢 舊版本比較好找 可是新版本 藏在很裡面的地方 藏在哪裡呢 我們來看一下 來老師您看一下 新版本 你看喔 我隨便點一張 你有沒有發現 上面這裡就沒有那個i 那個information了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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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